你能杀我吗? 杀人没那么容易 古代养兽马的行为究竟有多变态 穷苦女子沦为肮脏的兽马 为何兽马会和女子挂上钩? 古代扬州因为地理位置之特殊 处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 是重要的城市和交通枢纽 外加瑟洋地洋广阔修京航大运河 这就使扬州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 交通更加便利可谓是四通八达 另外时局动荡 人口大量迁省 种地只能世事代代贫穷 为了生存很多人开始下海做生意 只要是生意人都想来扬州 这个开放的城市闯荡一贩 在北宋时期扬州经商体系 已经逐渐成熟 地带之繁华不可想象 实为天下之上 其中富甲一方的以贩卖官员 两米为主 他们聚集在这里淘金赚钱 雄甲天下 然而这些富商大多是外地人 他们只是在这里做生意并没有安家 古代做生意可比现在要辛苦多了 干什么都需要商人亲自打理 外家古代交通不便利 出门做生意几乎一去就是几年 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 商人们常年在外奔波 自然不能把家人亲眷带到身边 古代男子地位相对较高 在家的衣食住行 要么靠侍女要么靠妻子 常年独自在外经商的他们就迫切地需要一位贴心可人来照顾 打理他们的生活 此外有句俗话说的好饱暖丝饮喻 富商们自然不缺好吃好喝的 满足这些后开始缺饮喻 从古至今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批人贩子 将穷苦家的女子花低价钱买来 再转手高价卖给富商 可富商们都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人贩子给送的农村女子一点也入不了他们的眼 富商们甚至扬言愿意花大价钱 一致千金求才智双全貌美体贴的女子 女子成为牺牲品 古代富商的最爱杨州兽马究竟是什么 花钱买孩子才花几个钱 经过一系列包装卖给富人中间的利润 可以翻上千上万倍 这绝对是一个暴力行业 于是心术不正的人贩子动起了歪脑子 既然农村女子满足不了富商们的需要 那为什么不自己来培养 封建体制下女性地位本来就低 人贩子们于是盯上了穷人家的女孩 还有锅 农村家庭吃不饱饭留着孩子也是饿死 吉斗米就把孩子卖给了人贩子来维持生计 经过一系列培养卖给富商 这些女子就像小马一样 任意被人买卖 任意被人摧残 毫无自由可言 这样一传百百传千 女子交易市场有了个特殊的称号买马 慢慢又演变就成了兽马交易 为什么是兽马呢 这就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极度不尊重 极度侮辱 自古认为女子以兽为美 若不禁风 并奄奄的更惹人恋爱 同样也能体现男子的魁梧健壮 富商虽然有钱 但是农工商 商人是排在最后的 在古代一直是不被尊重 社会地位不高的 在仕途上更是没有前途 瘦弱纤细的女子依附在富人身边 便极大的满足了富商们被人崇拜的心理 因此富商们在挑选兽马的时候 更喜欢瘦弱不能自理的 在兽马肮脏的交易下 女子就这样沦为玩物 像物品一样被挑选 变成了牺牲品 富商在挑选兽马的时候 不仅仅是瘦弱 还有更严格的要求 他们甚至将兽马化等级 等级越高的兽马 越能体现其身份和地位 光达到鲜兽就苦了这些女子 一般被买来的女孩都是七八岁的 为了保持身材鲜细 从小吃饭就是七分饱 没吃过一顿饱饭 还要进行严格的形体训练 古代富商的最爱扬州兽马 女子为何会成为牺牲品 使自己身形比较优美 若有女孩体重不达标 就立马需要挨饿 甚至两三天不给饭吃 瘦弱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些瘦马是来和富商交易的 所以女子必须要有礼仪教养 且亲戚书画 歌舞声乐样样精通 这些都是需要调教的 为了能赢得富商的喜爱 人贩子对这些女子 进行了恶魔般的训练 识字写字 学四书五经 通读识书 送给富人后帮助他们计账算账 聊天解闷 此外还需要精通各种舞蹈 乐器 歌曲 功夫人或达官贵人 玩乐消遣 甚至还要学习捐秀 做饭 伺候富商 可以说一旦女子被买 那就完全失去了自我 就是一副傀儡 任人摆布 刚开始一些女子会反抗 可小小弱女子 怎么能逃脱得了 人贩子们的魔爪呢 换来的是狠狠地殴打 和不给饭吃 终日在这种洗脑的训练下 很多女子就慢慢认了命 甚至迫不及待地 想要被挑走 结束这恶魔般的训练 可是被挑走的兽马 会结束这被人摆布的命运吗 他们被富商 或者达官贵人 像挑物品一样买走 本就是工人玩乐的 稍微幸运一点的兽马 被选为做小妾 起码吃喝不潮 虽受正房太太的气 但起码还有一丝丝严在 那些样貌不出众 资历不佳的兽马 可就惨了 被卖入烟花之地 成为五鸡割鸡 甚至被迫出卖肉体 来养活自己 等到年老色衰染上怪病 流浪街头结束这一生 扬州贩卖兽马的这种不良风气 不知残害了多少女子 她们的一生就这样早早被决定了 可怜的她们是 旧时代思想的牺牲品 如今社会买卖兽马的现象仍有 这引起我们的深思呀